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比较普罗米修斯造人的故事 和圣经当中讲创世纪的故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理解 希腊神话和希伯来文明有什么不一样 而希伯来文明和希腊的文明是什么 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我们理解了圣经和希伯来 理解了希伯来文明和圣经 再理解了希腊神话 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欧美 欧洲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什么 我们来看 普罗米修斯造人 普罗米修斯本来是天上的神 古希腊神的领袖是宙斯 宙斯领着一群神 在奥林匹斯山上 在天上 这时候普罗米修斯 他就发现天神的种子 遗落在人间 他觉得很有意思 注意到天神的种子遗落在人间 他就跑过去 就用一些泥土 沾了一些水 就捏出一个人形来 把这个天神的种子 合着泥土 捏出一个人形来 然后 他的好朋友 智慧女神雅典娜 就说 哎呀 你在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吗 我也来看看 雅典娜跑来一看 他把天神的种子捏了泥土以后 又吹了口气 雅典娜是有智慧的人 他一吹了一口气 这个人就有智慧了 然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普罗米修斯上来 就把善和恶 一半善一半恶 放到了人心里面去 也就中国人讲 人之初性本善 普罗米修斯 就是西方的文化讲 人没有什么之初性本善 人生来就是善恶并存的 普罗米修斯造人的时候 就把善和恶都搁进去 好 这个人就造好了 普罗米修斯用泥土 合着天神的种子造了人 雅典娜女神吹一口气 人就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呢 普罗米修斯啊 很喜欢自己的创造物 就给他 教他种田 教他航海 他生病了 教他怎么看病 普罗米修斯代替了 很多中国的菩萨 什么药王菩萨 什么菩萨 他都做了 什么那个后介啊 就是这个 教人农耕的 还做了倉急的工作 教人写字啊 教人做记号 他都教会了 教会了人样样都有了 缺个什么呢 光明 缺个火 天上有火 地下没火 普罗米修斯就 大胆 妄为的 用 这个一个回乡之 道得了天上的火 降临到人间 然后呢 就把火传给人间了 这个宙斯啊 就很生气 你居然敢 盗我的东西 盗有两个意思啊 既是偷又是抢啊 连抢带偷 就把光明 把火焰 带给人间 人间从此就有了火了 宙斯就不干了 宙斯也很聪明 他就说 这样吧 既然你造了人了 他们也有火了 我们也收不回来了 怎么办呢 我们给人类规定义务 让他每年啊 给这个天神啊 上供 那么上供上什么呢 选择 普罗米修斯你来 你来定 好 普罗米修斯啊 他就宰了一头牛 就把这个牛最好的东西啊 这个 这个 肉啊 内脏啊 这个最好的这些东西啊 就 包藏在里面 上面放几块骨头 放一个牛肚子 牛骨头 而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什么骨头啊 一些不好的东西啊 包成一包 上面放一块板油 想欺骗宙斯 就是说 你看 我提供了两样 你要哪样嘛 人类不是要给天神上供吗 普罗米修斯准备了一个 特别好的东西 上面放的一些骨头 准备了一个一些骨头啊 一些不好的东西啊 上面放一个板油 这个宙斯也很聪明 他知道普罗米修斯在玩伎俩 他假装要那个 那个上面放着板油的 一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一些碎骨头 哦 普罗米修斯 很高兴 宙斯上当了 宙斯就发怒了 你居然连神都敢骗 怎么样 钉到高加索山上 不是开玩笑的 把他 这个 钉在这个高加索山上 还要让秃鹰来 逐食他的肝脏 逐食他的肝脏 吃了又长 长了又吃 这个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 道婆 为了人类 受了严酷的刑罚 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刑罚 痛苦的煎熬 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怎么样呢 人的创造者 是一个爱人类的人 这个天神 在神和人之间 他显然偏爱人 人是他造的 所以古希腊的文明 古希腊的神话 上来就有一个隐藏着的大写的人字 就什么都像着人类 理解吗 而这个宗教呢 圣经当中是怎么讲的呢 圣经当中讲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势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 有白天有黑夜 这是头一日 上帝创造了世界 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 又创造了亚当 亚当取出骨中骨肉中 又创造了夏娃 亚当和夏娃 在美好的仪殿园里面生活着 上帝说你们 好好的给你们过幸福生活 但前提是智慧树上的果实 不能碰 仪殿园里面有一棵智慧树 那个上面的红苹果 这个鲜嫩诱人 谁呢 夏娃经不住诱惑 那个蛇来引诱他 夏娃就吃了一口 哎呀真好吃 那个他跟亚当说 你也吃一个吧 亚当也一吃 好了 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 怎么样呢 心灵眼亮 有了智慧了 于是呢 就用树叶子 把身体的羞耻的部位挡起来了 然后呢 就不像那个过去赤身裸体的 无忧无虑的 开始有智慧 我们来比较一下 古希腊神话当中 人的智慧哪来的 是雅典娜女神赐予的 天生就有智慧 而这个火呢 是普罗米修斯道给人类的 可是呢 圣经当中这个智慧呢 是下瓦 经不起诱惑 也就是这个欲望 欲望我教你们个词 这个词各个西方的 这个字是法语 这个字是英语 是吧 desire desire就是愿望 欲望 就是说 人是因为有了这个愿望 才得到智慧 夏娃这个心理过程啊 很有意思啊 我们想得到智慧是 前提是什么 你要觉得这个智慧 对你有诱惑 文学对你有诱惑 而你不要把它看成一种 干巴巴的东西 我不得已啊 我将来要考科举啊 我要当官 我不学文学不行 不 文学 如果是一种诱惑 艺术是一种诱惑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智慧 好 得到了这个智慧 怎么样 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 逐出了乐园 逐出了乐园 以后呢 亚当和夏娃 他们两个人 相亲相爱 最后生了 该隐和亚伯 人类刚生下来 头两个兄弟 该隐和亚伯 该隐是种田的 亚伯是个牧人 他们两个兄弟就因为 互相嫉妒 仇恨 该隐就杀了亚伯 人类的头两个兄弟 就互相残杀 以后呢 亚当和夏娃 失去了遗殿园 来到大地上 劳动创造 最后耕耘 他们又不断地生孩子 最后人类不断地繁衍 繁衍到后来怎么样呢 作恶 互相残杀 做了很多坏事情 上帝不高兴 把你们都淹死 就发洪水 让这个人类 把人类都淹掉了 淹没掉以后 怎么样呢 诺亚造了一个方舟 取了一对公 一对母 所有的生物 物种 动物 上了这个方舟 方舟在洪水上飘荡 直到一只鸽子飞出去 看见彩虹来了 看见彩虹出现了 拧了一片橄榄叶子 拧了一片橄榄叶子 回来 所以橄榄枝象征着和平 彩虹象征着吉祥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在希腊神话当中 也有这个传说 可想而知 我们从不同的神话当中 我们汉语当中不是有吗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是吧 洪荒两个字 在各个民族都有 可想而知 人类最早的记忆 就有大洪水 而这个大洪水 我个人的体会有没有啊 我觉得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是从婴儿的 洋水那来的 婴儿在母体当中 实际上是生活在水里面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当然现实当中 也有可能有大洪水 那么这个大洪水呢 在希腊神话当中 有详细的记载 普罗米修斯生了孩子 结果呢 也是的 这些孩子也不是什么神游的灯 其中呢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国王啊 他很坏 宙斯来做客的时候 带着客人啊 他把人家客人 宙斯的朋友给杀了 就觉得这些 他想谋害这些人 宙斯一不高兴 就把那个国王变成一匹狼 变成嗜血沉性的狼 而就看着人类做这么多做 叫海神波赛东 古希腊有个海神 叫波赛东 是个很凶恶的神 他一起来就 就是洪水滔天 因为希腊在海边嘛 发生海啸 最近不是又发生海啸 这个波赛东 和这个宙斯啊 就发了洪水 把人类都淹死了 淹死以后呢 普罗米修斯的儿子 和他的妻子 两个人呢 造了一个船 救了生命 最后呢 宙斯看看人类 有改悔的趋势 就把这个 换来了北风 把这个云朵吹走了 让这个洪水平息了 这样子呢 这个人类啊 又经历了一次劫难 所以我们看到 不同的民族的神话 它有吻合的地方 我们不要简单的 就是就像盲人摸像 我抱着腿 他抱着这个尾巴 就来判断 我们一定要有个大的胸怀 就是要有一个 一有一个大的胸怀 就是我经常 有时候听到 这些一些教授的意见 就是学西方文学的 和学中国文学的 就在那里吵 就是说 我们学中国文学的人 我们中国文化 博大精神 我才不要读那些莎士比亚 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有这个观汉清 更牛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听到一些学西方文学的时候 中文谁不懂啊 我们说两句法语 你听听 你都不懂吗 法国 法兰西的文明 比我们要优秀 辉煌得多 这两派都像盲人摸像一样 他抱着个腿 他抱着个尾巴 包括我自己 也可能我也只抱着一个 一部分 但是我知道 人类的文明 要总体来看 我们不能狭隘地 站在一个立场 我们正因为要了解自身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古希腊的文化 圣经的文化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 我们讲这个汉语文学创作 中国的文学 1919年到1949年 这30年文学的成就 大家想一想 鲁迅 老舍 玉达夫 这些沈从文 这些了不起的大作家 我们再看看 49年到今天 60多年过去了 没有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为什么 除了政治的原因 我认为是我们的心灵不自由 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思想 因为客观主观的原因困住了 困住了 我们要解放自己的思想 我们就有可能 获得 祖先自古以来辉煌的成就 所以我们注意到 五四时候的一个现象 所有这些大文学家 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 鲁迅 胡适 包括陈独秀 这些人怎么样呢 都是西学出身 孙中山这些人 刘法的 刘日的 刘美的 都是喝过羊墨水的 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些四书五经 肯定有比他读得好的 比他们好得多的人 他们为什么被历史淹没了呢 因为在那个时期 我们待会儿讲到的这个契机 在那个时期 中国的文化要接受西方 中国要接受西方的文化 所以正因为他们了解了西方的文化 所以他们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不足 就像这个岩父 翻译了天眼论 进化论 物竞天则 适者甚至 救了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东亚病夫 是靠这些人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了国 他学了西方文化 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 正因为我们要了解自我 我们要多交朋友 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是不了解他自己的 一个没有社会交往的人 是不了解他自己的 正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民族 热爱这个民族 给我们这个民族做一点事 所以我们要去西方 去虚心地学习 我们要有这个胸怀 所以现在我看到一种可悲的现象 爱国的人就骂西方 说西方好的人就骂中国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其实我觉得正好相反 我们正因为爱国 我们要批评这个国家的一些弱点 我们要去学习西方 批评他是为了他好 是吧 这个历史上就有教训 我们看那个竹林七贤 大家知道 这个魏晋时期 司马昭的儿子 司马炎 后来当了西晋的皇帝 开国皇帝 司马昭杀了一个人叫姬康 我现在的主要经历 在写作一个 魏晋时候的一个历史小说 这个姬康是什么人 姬康是批评这个现实的人 批评这个当时的当政的人 而一个中会 就是害死姬康的一个小人 以后我们再详细讲 这个小人说姬康是一条卧龙 我们要杀了他 司马昭听信了姬康的中会的话 把姬康杀了 结果怎么样呢 中会谋反了 中会起兵造反了 而姬康的儿子怎么样呢 这样的人教育出来的儿子怎么样呢 血溅龙袍 他为了保护司马昭的儿子 死在这个皇帝面前 发生了 发生了变乱 姬康的儿子 他的爹 被这个人的父亲 被那个人的父亲杀了 可是他是国家 他代表着国家的王权 姬康的儿子 死在这个皇帝的面前 为了保护这个皇帝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悖论呢 实际上真正批评 这个民族的一些弱点 像鲁迅 是最热爱这个民族的 正因为他爱 所以他要 说到他的痛处 要你改啊 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的 他看见你有毛病 他说 哎呀你挺好的 没事 你脸色也红热 你会更好的 越来越好的 回家就病死了 医生说 不行啦 你赶紧吃药 赶紧把这个毒瘤给挖了 这才是对你好的人 我们的当政的人 有时候明白这个道理 有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老听说好话的人 说好话的人 转眼之间 一转脸 就是个中鬼 这是这样的 因为他 怎么说 不讲这个话题了 说起来就太沉重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来讲 我们看到 学习了西方文化的人 了解了自己的民族 我们要学习希腊的神话 学习了圣经的神话 我们才能够对照出来 宇宙洪荒是怎么一回事 不同的民族都有记载 说明真有这么回事 是吧 所以每一个民族 他有他的神话 我们要学文学的第一课 大家去回忆自己的童年 并且回忆人类的童年 回忆自己的童年 只需要静心去想 回忆人类的童年 我就主张大家 读神话故事 不管什么版本 你们要了解西方文化 要了解人类文化 就要看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 就要读圣经 就要读史记 史记当中 大家不要以为光是史记 史记当中好多神话传说 什么刘邦的妈妈 在这个大泽之坡 刘欧 就是这个姓刘的女人 她在这个大泽之坡 有蛟龙盘在她身上了 回来就怀孕了 生了个刘邦 这显然是个传说 我们看这个刘邦 就是个人生的 怎么是个龙生的呢 是吧 这个神话传说 司马迁就记录下来 他没有加注 哦 说是这个 只是传说而已啊 不 他就传给我们 神话传说 就是怎么样呢 第四维空间 第六维空间 文学不在三维空间内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你说就像有一次辩论赛 我听到人家辩论 愚公移山 说愚公到底应该搬家吗 还是应该移山 这很可笑的问题吗 本来是个神话故事嘛 你们在三维空间内 谈四维空间的话 这个实际到底是真的假的 到底有没有一条龙 盘在这个刘邦的妈妈身上 是生下来的 如果考古学家们 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呢 他也就算数了 就是面南望北斗 方向性错误 但是很多人就在干这个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